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所信的神是万君之耶和华 是一个有能力的神 是一个创造宇宙的万物的 他真的是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 能力高过我们的能力 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 他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们 因为他不是只是一个高高在场的神 他也是希望我们可以认识他的神 所以他再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所信的这个神 跟许多的这个世界其他的宗教所相信的 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那他接着说 依靠这个神的人变为有福 说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 我在想说 我们多希望有这个福气 对不对 那怎么样得到福气 可拉的后裔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依靠这个耶和华 这个万君子耶和华 我们就能够得到福气 那这个依靠是什么意思呢 那英文叫做trust 那中文叫依靠 我觉得中文翻得非常的好 因为依靠对我来讲是有一种完全交托 在这个对方的一种一种概念 好像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们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他们事实上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你可以发现说他们是完完全全的相信我 就是trust me 但是他们事实上是依靠我 什么意思呢 他们所有的这个气息 他们所有的这个所做的事情 所生活的 所住的 所吃的 都是靠着我跟我太太 我们去供给他们 那所以他们是完完全全的 是dependent ok 在我们的所做的事情 那这样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 为什么呢 最近我的女儿她不舒服 那她不舒服的时候呢 她在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说 It is my duty 我的责任去爱她 去呵护她 让她可以感受到被爱 然后让她可以好好的休息 那这样的依靠的一个 一个想象图对我来讲 就是说你可以完完全全的交托 把你的生命 把你的所有的一切 所担忧的都交托在这个 你想要依靠的这个人 那这个人呢 也是值得我们去信靠的 因为她是万君子 以后她是有能力可以依靠的人 所以可拉的后裔说 我们的神是一个这么大的神 我们可以大胆的把 我们生命当中 一切的事情都交托在她手中 因为我们相信她是爱我们的神 她是一个会带领我们的神 那这是一个很有福分的一件事情 怎么说呢 在我们人生最幸福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 跟我们所爱的 而且让我们这个爱我们的人 来好好的照顾我们 我就记得 在我生病的时候 我最希望的是什么 就是希望我可以 在我的床里面 然后呢 我的太太会 在我的最需要的时候 照顾我 帮助我 那那是一种非常非常的 幸福的一种感觉 那在这个思考当中 我就在想说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幸福感觉吗 我们真的可以 好像无忧无欲的 把一切的事情都交托 然后感受到神的爱 感受到一种安全感吗 那如果没有的话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完完全全的依靠神 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交托 我们或许还是有一些的挣扎 我们想要自己来处理这些事情 不愿意交托出去我们的生命 因为如果看从我的小孩的生命当中来看的话 我会发现说 他们事实上真的是过着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生活 而且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因为他们相信爸爸妈妈一定会完完全全的照顾他们 他们就非常的有安全感 非常有爱 这种感受到爱的一个感觉 如果倘若今天你跟神的关系里面 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 一种安全感 或一种被爱感觉的话 鼓励你 或鼓励我自己也是 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交托 而且去认识这个神 真的是值得我们交托一切的神 好吧 我们一起鼓励 在我们这 在过去的将来的这一个礼拜 完完全全相信神会带领我们每一步 然后去享受一个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